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真人 姓真名人自出门 以自行 我们做好事从来不留名 今天我们来谈一个话题 还是绕不开瘟疫 就是瘟疫与一个国家的灭亡 大家知道好莱坞有一部电影 叫做一个国家的诞生 但其实呢 中国还有一部电影 叫做一个国家的灭亡 就是大明节呀 有人老是想不明白 说明朝为什么会灭亡 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很可笑的 很多余的一个问题 那我问你 唐朝为什么会灭亡 宋朝为什么会灭亡 就好像你问我人为什么会死一样 一个朝代老了 他必然会死 没有任何一个朝代不会灭亡 这是个生老病死的宇宙规律啊 还有人说 共产党绝不会灭亡 我说你是 没有任何一个朝代不会灭亡 有人说你说的不对 说明朝灭亡是因为小兵器 瘟疫腐败 外敌入侵 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明朝不就不会灭亡了吗 最恶搞的还有人说啊 说明朝不开除公园里自成 就不会灭亡了 那我还说呢 闯王的那个手下的大将 如果不霸占吴三桂的小老婆 清兵还不会入关了呢 先说一下任何一个制度啊 都不可能避免老化的 没有李自成 说不定有王自成张自成 先说一下这个小兵器啊 这给大家科普一下 大家就不用上百度去查了 记得小学课本里学过竹可真 他说国外专家呀 担心气候变化 说他们是起人忧天 看来党妈的辟谣啊 在竹可真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我觉得这些党妈的专家 真是害人不浅的 气候啊 绝不会是一场不变的 地球会爆炸的 我们都知道 古代有黄河象 然后竹林七弦是在河南 可今天河南已经没有竹林了 更没有大象了 先秦时期武汉地区就云梦大泽呀 可是到了唐朝 李白的诗句 洞庭西望楚江分 水尽南天不见云 可见那个时候在那儿啊 既没有云也没有梦 好像西双版纳都没有 那个水汽蒸腾的感觉了 据欧洲人研究啊 欧洲的葡萄园种植地 在小兵器之前要向北延展 五百公里 冰岛都可以种庄稼的 这就说明过去北半球是很温暖的 为什么人类会起源在黄河流域呢 说一个朝代的灭亡 有成千上万种方法 有的时候 他们甚至一块来 比如这个明朝吧 按照我的理论呢 熟悉我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数以千到一万 那是他们都死于脑残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像今天的新冠病毒 他为什么只威胁这些脑残的国家呢 他为什么的死亡率只有在中国和伊朗这样的国家多呢 在那些发达的国家死亡率都那么低呢 因为吧 这个新冠病人如果治愈啊 如果这个重病的病人 据说要在负压的医疗室 用肺插管的办法 用呼吸机去给他治疗 平均一名病患呢 要有两名医护来护理他 这在中国和伊朗这样草菅人命的国家 不尊重生命的国家是根本办不到的 如果一旦一个地区产生了几十万的病患 就算全国的医生都去也是不够用的 他不活活的给你吼话了就算不错了 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不敢邀请美国 等发达国家的医疗队 他们一过去不就露馅了吗 也没法数字维稳了 下面我们就来谈一谈 明朝具体是怎么脑残的 不是明朝是具体怎么亡国的 说明朝啊 他的国策有几处缺陷呢 第一点 他风温近海 他不会收商业税 但是他又不能完全禁止海外贸易了 这就导致海盗猖獗 而政府呢又没有钱去打仗 但他唯一的好处呢 就是单位面积也能养更多的人口 因为大家都种地嘛 也不经商也不干别的副业 明朝第二个大缺陷呢 就是制度老化 僵化 大家知道明居正有一条边法吧 然后呢 由于国际上银价的变化 因为他们又不会会换算利率 导致老百姓交不上白银 然后那个都去造反 都去革命了嘛 就明朝的制度老化 是由他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就是他的八股文 他只考八股不考策论 你知道宋朝以前是考策论的吗 可以说这些都是死都输的人了 他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去治理这个国家了 还有一个明朝的比较倒霉 就是赶上了大瘟疫啊 他的小兵器 然后那个粮食又欠收 据资料记载 明末人口剧烈下降50%以上 第五点呢 这个明朝又赶上一个倒霉事 就满人的入侵 就是北方的后金 清朝人 然后第六点呢 就是明朝的政策 从朱元璋开始啊 他就比较刻薄 然后呢 公务员的俸禄呢 非常低 他导致什么严重的后果呢 这他刻薄到什么程度呢 一个官员如果贪入20辆银子 叫剥皮食草啊 就是把你的皮剥掉 然后里面天上稻草 然后由于官员呢 他的俸禄很低 他就不得不什么呢 他就不遵守规则了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他就通过腐败 来弥补自己的那个 钱都不够花呀 因为一个县官 他要请师爷呀 他的钱是不够用的 他的俸禄 所以他不得不贪污 这就是中国人 为什么都不讲规则 从明朝开始 就非常严重了 中国这个骨子里头 好像都爱走后门 都爱钻影 都不遵及守法 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严重的呢 就是从明朝开始的 所以说明朝的政策 大家知道清兵入关之后 明朝的人呢 不像别的朝代 死了90%以上 汉朝啊 什么隋朝啊 唐朝啊 明朝其实只死了50%的人口 所以说现在的中国人 大部分都是明朝人的后代 不信你 很多人回去查家谱 很多人都能查到明代 再有钱查不到了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 明朝以前的人 其实都死掉了 所以是查不到的 因为以前的朝代 死亡的比例非常大 明朝呢 死亡的比例 可以说还不算太大 可以说是明朝啊 内忧外患呢 怎么看 怎么有点像今天的中共呢 你看今天中共瘟疫 加美国人的制裁 就差一个外敌入侵了 后院还有个朝鲜 说不定 说不定他原子丹 就打中国 打北京来了 再要讲一个 明朝人对脑残的一件事啊 由于明朝抗后金的 就是袁崇焕被杀了 就自毁长城啊 大家知道袁崇焕是一个 抗金的中间力量 因为袁崇焕很清楚嘛 他在前线 他知道中国人这种体制啊 身体素质包括政治制度 包括这个文弱 就是大家都是读书人嘛 就很 然后他他深知道 他是不可能正面 在正面战场和那个后金去对抗的 所以说他就是那个 以守城为主 就像当年那个联波似的 以防守为主 然后靠明朝的先进的火器 火器营嘛 明朝大家知道明朝有火器营 然后从那个弗浪基啊 就是今天的西班牙传过来的大炮 完全可以战胜那个清军 防守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崇祯也不知道是听了小人谗言吧 就说那个袁崇焕痛敌 他在守北京的时候 他为什么不出击呢 他为什么和那个清朝人眉来眼去呢 所以就把袁崇焕给刮了 又拉一千刀的 而且当时的北京城啊 没有一个人替袁崇焕说好话 据说呀 附近的北京人呢 每一个人都去吃袁崇焕的肉啊 这个冤情啊 可以说是太大了 都说有报应嘛 为什么明朝的北京 大瘟疫死了那么多人呢 而且会被清朝人打下来的 会被闯王给破城呢 而且那个崇祯皇帝在抗金的时候啊 号召大臣给他捐款 因为他 大家知道明朝很穷啊 没有钱去那个打仗 也没有钱去剿匪 然后怎么样呢 包括他的老丈人 很多的那个大臣 就是不捐 可是等闯王破城之后 他在北京搜出来呀 七千多万两百人 所以这个 从昏君到那个腐朽的大臣 到老百姓 没有一个人特别清醒的人了 所以说我认为 你说明朝有这么多灾难吧 其实在我看就一条 就是明朝亡于脑残 不是别的 有人说明朝亡于鼠疫 可是满人为什么不感染鼠疫呢 至今这仍是个谜啊 有人说鼠疫的跳蚤 还怕马的味道 这个纯属无鸡之谈啊 我也看到一个养马的人呢 他说呢 跳蚤卵要孵化的话 需要那个温暖的巢穴来孵化 马是没有巢穴的嘛 所以说那个跳蚤 由于缺少这一环 它就不能孵化 所以马是不生跳蚤的 并不是跳蚤怕马的味道 欧洲人也很多人养马呀 怎么欧洲人也都死于黑死病呢 黑死病就是鼠疫嘛 说说跳蚤怕马的味道 纯属无鸡之谈 但呢 有一件事是非常巧合的 谁也解释不了 就是当清兵一入关呢 一入北京 这个鼠疫立刻就停止了 难道这是巧合吗 就像非典一样 来的不明 去的诡异 说不清楚 插一句啊 李自成败逃 被刨死在湖北通城县九宫山 诶 怎么又是湖北啊 李自成在北京搜刮的 七千万两白银 全部重新融住成银板 大家知道七千万两白银 换算成现在的那个单位 大概有五千多吨 五千多吨 大概有好几火车皮 这么重的金属过去用马车 在清军的紧追不舍之下 不可能全部都带走的 李自成的逃跑路线是他经过山西的 然后去往西安逃跑的 所以有一种猜测呀 就是在李自成一路败退的过程中 五千多吨的白银呢 有人说一亿多两白银 沿路掩埋呀 其中山西的孙江河等地 应该埋了不少白银 而这也很好的解释了 为什么在清朝时期 晋商会一起成为最强大的商榜 这也催生了山西的票号 大家都看过我们白银帝国吗 就是那个时期的事 那么明朝难道就没有一个明美人了吗 我告诉大家一个都没有 我们今天的人了 当然看得很明白了 我们可以开一个大的脑洞 可以给明朝尝试支个招 看怎么才能避免明朝的灭亡 用我们今天的那个知识 当然很容易了 因为事后马号炮谁都会 那么明朝要怎么才能不管国呢 在我看来呀 他要做到以下这个几点 他就厉害了 第一点呢 开放海禁 也就是改革开放 有海关他可以收很高的商业税 因为明朝的海盗 就是因为海禁的原因 明朝的海盗就是海上走私集团 他也不是倭寇了 中国人自己的一个武装走私集团 在海上的 因为毕竟需要贸易 中国需要和欧洲贸易 欧洲人需要中国的商品嘛 那个时候明朝有很多的硬通货呀 那时候明朝生产的茶叶丝绸和瓷器这些东西 就相当于今天的苹果手机一样 欧洲是不可能生产的 欧洲也是不会生产的 他不是这东西是硬通货 他必须要从中国进口 这你挡也挡不住 可是明朝呢 他脑财在哪呢 他风关进海 不许与老百姓做生意 他自己也没有收入 所以就催生了海盗嘛 据说呀 当年正成工艺家呀 他的年收入 就是他经营海盗业呀 海上走私业 一年的收入达到三千万两 这个已经 有的时候甚至超过明朝整个国家的收入了 所以说你要开放海禁 你就会有很多钱 你可以养兵 你可以对抗清军 也可以在国内剿匪嘛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改革国家财政 像欧洲的那些专家呀 银行家学习那个汇率 汇率的制度 这样在国际严价变动的时候 你让那个农民 让自己的政府和农民啊 不要吃了 不要吃那么大的亏 第三呢 废除八国文而考策论 吸纳呢 实用的人才 懂科学懂常识 懂技术这样的官僚 第四点呢 就是引进西方的金融制度 和传教士官僚等等 在学术界 西方的兴起 依赖于有效率的制度安排的观点 获得多数人的认同 财产权利保护 对经济发展 社会的兴衰起到关键作用 第五点 引进西方的战术和火器 明朝明朝说完了 现在我给党妈指个招 党妈怎么才能狗言产传呢 第一点呢 你要融入世界主流价值观 包括讲人权 成立民间的农会工会 然后呢 制衡那些资本家 成立民间的协会呢 比如说民间的足球协会啊 这些协会啊 各种商业 各种行业协会啊 这就省了你行政的拨款 然后呢 你保障了人权呢 自然就解除了国际上的制裁 如果你能解除国际上的制裁呢 解除国际上的技术禁运呢 你这样你不就解决了军事上的劣势吗 大家知道中国的军事工业啊 全系列的心脏病 不管是飞机 舰船 坦克 潜艇 全部的发动机啊 都不能自己制造 如果能解除国际上的技术禁运 引进疏控机床 引进那些合金技术 你不是也能治疗自己的心脏病吗 你为什么不采取的办法 解除国际上对你的制裁呢 这样呢 还减少了你600亿美金的贿赂非洲的钱 你用不着非洲人替你在联合国上投票了 大家都不反对你了嘛 第二呢 我建议中国的每一个县 都请那么几位日本人呢 做监察审计税务 环保等等这样的工作 因为日本人连结啊 日本人为什么连结呢 我们可能找一期节目专门谈日本人 日本人这么连结 我用简单的说话 一句话说就是死催的 大家不要笑啊 为什么叫死催的呢 你看日本的那个列岛啊 灾难频繁 火山地震 飓风 什么都有 导致这个日本人呢 特别的谦卑 特别的敬畏自然 而且呢 我上次说过 就是说 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 他腐败之后 怎么样才能让他恢复 整体的道德和素质呢 就是在大面积死亡的情况下 就是大的灾难 大的战争 大的瘟疫的情况下 你在他面临死亡的时候 他才会改进 而日本呢 恰恰抓住了一个大好时机啊 由于他的统论阶层都是那些贵族啊 武士阶级 他本身就是素质比较高的阶级 然后呢 又有美军在驻扎 然后给那个全体的日本人 进行了一次整体的 公民的养成教育 所以导致日本人呢 很谦卑的吸收了这些好的制度 好的行为准则吧 再加上日本人本身也是 历史比较短的民族 高松不说过一句话吗 说日本人是这个世界上啊 最不油滑的民族 就是日本人想东西 从来不会轨弯 所以日本人从来也没有想过 什么钻空子呀 搞不正直方 怎么怎么着 所以说 你最好是 请日本人来做这些 廉政公署啊 财务啊 审计这样的工作 大家知道 中国晚清的海关呢 就是由英国人来负责的 大家知道 中国的政府在晚清的时候 唯一不腐败的机关 就是中国海关嘛 而且把中国的海关的税收 提高了很多倍啊 第三点呢 党办要改的就是要 有个财经专家 叫郎贤平啊 他说中国要藏富于民呢 就是中国人为什么 干什么都爱糊弄的 打快枪呢 就是他不会长远的计划一件东西 中国的各种工业都是心脏病啊 比如说汽车发动机不行 飞机轮船 各式各样的东西质量都不好 为什么呢 做那些技术附加型的产业 那需要一个很长的周期啊 比如说你要想做好一个发动机 那可不是一个短期的事 你做一个汽车的外壳很容易 做玻璃啊 做钢铁啊 这都很容易 可是你要是把一个技术 沿得很精 很尖短 那就必须沉下心来 要做很长时间的投资 很长时间的努力 往往要干一辈子的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的机械 做的那么好 中国人做的那么差 因为中国有句话叫 有横产必有横心 你什么都没有 你必然也没有横心 你只能去干嘛 只能打个短工啊 送个快递 你只能干个低附加值 低技术含量的工作嘛 对吗 比如说你干一个行业 你干二十年 你肯定你手艺非常好嘛 中国就是缺这样的人才 就是没有横产也没有横心 为什么黄泛区的人 在中国都是骗子呢 除了骗子就是想当的 就是他没有横产也没有横心 第四 要信仰自由啊 所谓善男信女嘛 他自然就消除老百姓的力气 不要成天的打打杀杀的 第五呢 在这个新冠状病毒来的时候呢 中国医生不是全国到治愿武汉呢 可是别的地区医生也不够啊 所以我也给党妈支个招 你为什么不请全世界的医生全来呢 包括那些非洲的医生 全来支援中国 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呢 那六百亿捐款不是白花的吗 七 开放党禁报禁 不要只有一个声音 一个声音 很容易就造成脑残 政策灾难 中国不止一次发生了嘛 什么文革 文革的时候就只有一个声音 文革就是好 那结果文革好嘛 你为什么不让别的声音发出来呢 文革好不好 大家一辩论不就知道了吗 我说这些东西也只不是开脑洞啊 首先我声明 我说的所有的想法 全都不能实现了 我说的仅仅是假设 仅仅是理论上可行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个中国的领导 不管大的小的 从最最高的主席到最小的科长 他都不可能放下手中的权力 都不可能放弃他的利益 他死都不愿意放弃的 人自己不能觉醒 那大自然必然就会反扑啊 就是所谓人不知天知啊 因为死一定会让你觉醒 要想避免这些政策灾难 避免中国大量的死亡 唯一的办法就是 你让他觉醒 但是他根本就觉醒不了 你如果让他觉醒 他就说你嘴炮 说你公知 说你不爱国 上次文昭不是说了吗 说全中国人都饿死了 他也不会起来造反的 很多人认为中国人啊 怂胆小 其实也不完全是 那那么多人人口基数那么大 总有不怕死的吧 怎么连一起造反都没有呢 因为你饿死也是死 你起义也是死 你说不定还能多活两天呢 你起义 他为什么不动呢 在60年呢 因为他的主观思想 他并不想造反 他并不认为他的饿死 是共产党造成的 他并不认为他的生活不好 是共产党造成的 用我的话说是全民脑残 只有一种情况下才能实现 我刚才说那个 就是全中国每一个人都能觉醒 如果我的理论能像瘟疫一样传播 那他就能实现了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观众朋友们 我是真人 您今天收看的是真相提供 今天我给大家谈了一个国家的灭亡 就是明朝是怎么灭亡的 中间我还给大家开了个脑洞啊 给明朝支了个招 明朝怎样才能不灭亡呢 同时呢 我也给党妈支了几个招 不知道党妈能不能听见啊 希望大家广泛传播我的视频啊 希望党妈能够听见啊 为改良我们自己的权利和生存状态 做出一点自己的努力吧 好 今天就说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看真哥的频道 请别忘了点赞 传播和转发 拜拜 拜拜 拜拜